民国68年开始举办的慧海点灯祈福法会 今年也迈入第38届 灯又称作灯明 明灯 能照明一切物 破除民事黑暗 同时又代表人人心中的自信光明 源于我们师父 上小夏云导师 他在1979年 就是民国68年 他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是称作慧海点灯 原油法会 原油慧 那在那个时候台湾的佛教 还没有这么多的这种好像佛教的文化活动 那因为当时我们师父他是 就是要推动很多的佛教文化教育工作 那所以才会有后面的 他发起的华泛佛学研究所 然后华泛大学这样子的一些教育机构 那当时发起这样子的一个点灯原油法会呢 也是想说在新春的时候啊 那让大众呢 能够有点灯祈福 那因为我们佛教徒呢 就是以光明啊 就是代表我们佛教的智慧 那我们有智慧呢 也就是能够破我们的无名烦恼黑暗啊 所以用点灯来代表说能够发起我们自己的自信的光明 那也得到佛菩萨的佛光普照 所以在新春的时候呢 就是一年的开始嘛 那我们师父呢 当时呢 也都是以真月 那元宵之后的一个礼拜这样子左右的时间来这个举行这样的活动 以亲近借体为灯台 信心为灯柱 慈悲为天油 智慧明达如灯火 然此自信正觉明灯 除灭一切无名痴案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最后再寻找到旁边了